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星巴黎 我是星巴 昨天又在集運公司拿了幾包卡回來 又想立刻開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有看我的影片 Panini的交換卡都寄了回來 兩張Scotty Barnes的On-Cart Auto都非常漂亮 這次有些是我在eBay購買的卡 都忘了是甚麼東西 應該是便宜價貨 用這些順風包 這樣就好了 剛剛開卡的時間 剛剛打完季後賽 我們差到最後的直櫃的球 網隊發揮了一貫的本色 打贏了克里夫蘭騎士 另外一場球就是 木狼贏了快艇 兩場球我也有看 當然啦 網隊艾榮加上杜蘭特 根本就是兩個得分機器 所以贏了都可以是正常合理 正常的賽果 如果按照這個發揮 網隊一直殺到進去東岸決賽 都不是過份的 他現在第七名 將會對著攻陸 看看他能否過得到字母的關 有消息說 網隊如果贏了這場球 正式打入季後賽 這個Ben Simmons 會有機會復出 大家拭目以待 如果Ben Simmons復出了 對網隊來說 防守力會更加強 因為這個人 除了橙籃、身高、手長 他打防守是有他的作用 一流的 但是進攻就沒有預算 所以以他這個不思進取的性格 來到網隊在艾榮和杜蘭特之下 他就能夠發揮他應有的效用 但是工資不應該值得現在這個價錢 在他現在養傷的時候 他就密切跟NBA工會 在搞一些法律訴訟 就是控告這個76人 在他剛剛這一季 他沒有出場的時候 就不出薪金給他 他現在就在追討 他就要賺一千九百萬的人工 看看應該很快有結果 不知道他那麼多 這個人 浪費了身形、速度、技術 不思進取 可能我這樣說就得罪了很多 Ben Siemens的粉絲 但是香港始終是一個 言論自由的地方 我發怒吵而已 如果不喜歡的話就說一聲對不起 跟Ben Siemens的粉絲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真是不好意思 好 看回卡 這張就是 Prissima 的 White Sparkle 是最初出的時候 要在Panini的官網訂回來 買的 都很貴一包 一包裡面只有三張卡 這張卡就很漂亮 所以我就忍不住就買了一張 當然 這個灰熊的Tyus Jones 就不出名了 所以這張卡的價錢就 真的不貴 這包卡好像隨時賣到四百多元 美金一包 裡面只有三張卡 當然有機會開到Lamelo Ball 但是這個機會真的 美乎其美 所以就沒有理由 買一包卡回來拆 所以就不如直接買一張 便宜一點的卡 叫做 又一張這一類的卡 就算了 這張是White Sparkle 很漂亮 很漂亮 另外這一包呢 我都完全沒有想法是甚麼來的 講完網隊吧 另外那邊就是 木狼對著這個快艇 這場呢 這個Anthony Edwards 就正常一般發揮 但是另外那個 Karl Anthony Jones 的表現我就比較失望 因為他就六範 來了一場 整場球 只得到那11分 就五個藍板 還是六個藍板 這樣而已 表現就好一般 反規數字就太多 另外就 反而神經刀這個比伐理 就發揮了超水準 協助球隊助攻助手 進攻他也有十多分的得分 但是防守他就真的起了很大作用 一來就挑釁到其他球隊 挑釁到對手球員的犯規 拔滿 技術犯規 那樣 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這場球 這份就不是卡 是我之前 買那個 Trey Jones 那個Diamond 那個證書 那個買家 就忘記了 那他就再寄回給我 那我回到Trey Jones 哎呀 為甚麼 這些不要黏 你夾著回來就夠了 為甚麼要黏著臉 哎呀 真的有沒有搞錯 這些買家 那你不如不要記了 為甚麼要黏著這張東西 吃 唉 又爛了 又爛了 唉 好 然後看看這包 就是 Donvas Elite的兩盒 買了魔術隊 想種一下 Jalen Sucks 或者France Radnor 的 新人卡 或者簽名卡 但是 一盒裡面 只有兩張新人卡 還有兩張簽名 還有很多 不是新人的簽名 就是這些 舊人的簽名 這樣 變了 應該是種垃圾居多 又是這些貼紙的 泥包袋 唉 真是好拿命 好 對呀 森林浪 這條不是森林浪 這條不是森林浪 木浪 還有這個快艇的比賽 打得很緊湊很緊湊的 到最後一分鐘 還是快艇落後幾分 曾經追過上來的 亦曾經反勝過的 曾經反勝過的 但最終 始終不是主場之地 沒有了球迷的垃圾座位下 快艇 就輸了場 還有 因為沒有了 潰尾的出生 打得非常好 但始終沒有了 可愛 所以 球隊的主力 沒有了一半 所以 輸了場 又沒有可厚飛 希望下年 又是那句 人齊的時候 又來過 但始終又是 年紀大一年 就是老一年 希望 始終是健康 和受傷患 是任何運動的最大敵人 來的 繼續開卡 這包是 Mosea Fanatics 的十盒 又是買了灰熊隊 這隻卡 每一盒 有一張 綠色的碎冰 綠色的碎冰 一盒卡只有一張 所以基本上開十盒 只有一張 要中到你想要的球員 又是爛虎棋 其他的 連接卡 或是連接卡 或是連接卡 跟其他 Mosea 都是一樣的 看看吧 這些就是 一些普通 Base卡 Green Green Mosea 這些就是 Desmond Bane的新人卡 有三張 這張就是我所說的 Crack Ice 一盒裡面都是一張 當然啦 中了一個 灰熊隊的 不是我最想中的 例如 Jara Morena Desmond Bane 就中了一個 普普通通的 Carl Anderson 這隻卡真的好看 Crack Ice 閃閃靈 唉 真的看得我心裡痛 好好的一張證書 去貼上去 真是來泡 好啦 這包就是 Presim EPL 三盒 這次我就大破省囊 買有萬聯隊 這個brake 差不多 我給了 180元美金的 這個brake 那 希望有好東西中到 但是我也 真的 不敢期望這麼高 看看有什麼中到 那 木狼 進去之後 將會 對著 我最喜歡的 灰熊 Jara Morena 希望它 可以 可以 又是這些 盒子 這個買家 很喜歡這些 盒子 看看 Bass Card 我 萬聯隊的Bass Card 應該有齊了吧 說舒服 馬書亞 卡雲尼 迪基 費蘭迪斯 雲比沙卡 普巴 普巴的 Multi Color 麥托文尼 路基 索爾 這個人 連正選都沒得看 不知道是否傷了 華朗尼 有張 Hyper的 費蘭迪斯 C浪 新組 Din Anderson C浪 有兩張C浪的Bass 都抽出來了 還有一張Hyper的 又抽出來了 好了 這個Brick 因為真的太多人 在內 你想種一張 Hyper 或者號碼卡 其實也是很難 難 扶其難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即是等於Mosaic 這些一樣 你想種你自己心儀的人 真的很難 很難 看看進了袋 是甚麼卡 還有一張 費蘭迪斯 紅色 配上了 球衣 顏色 這就是號碼卡 199張 配上了 球衣 如果你說這張卡 這個號碼 配上 這個是C浪 你說不錯 真的 另外這張重要 中了一個 雲尼士杜蘭 CUP Legends 的簽名 雲老 以前也幫忙 不進很多球 這個還要49張 這張很漂亮 這張真的很漂亮 今天這張影片就拍到這裡了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星巴的開卡片 就麻煩大家按讚訂閱和分享 按鈴鐺有新片就會通知到大家 接下來就可能 大家也一起看看這個NBA季後賽 今年應該打得挺緊湊的 因為球隊的成績 大家都不相伯 還拉得挺緊的 那就 好啦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